三線是新北市三環六線捷運建設計劃的其中一條路線 踩中運輛捷運系統,預計2025年通車 未來將會由新北捷運公司營運 路線全長14.3公里,共設12座車站 巴德延伸段的部分則是長3.9公里,設置3座車站 路線使用的車輛是由義大利設計、日本製造 狩獵車在2023年8月運送已達台北港 工作人員在利用夜間時段運送至三峽機場 它車頭的部分也有經過特殊的烤漆 而它的車身的部分現在是白色的 但是主要之後它來到台灣之後 就會來進行車身的塗裝、車身的貼模的部分 因為這個貼模其實也是在2018年的時候 有全民票選出來的一個結果 由4萬多人最後獲得了這個等於說是萬里藍天 又由峽谷這樣的一個造型是巴德的頭籌 也代表著三峽和鷹哥山林河川並行的特有地景 還有也代表著玉玉萬物的生機 那車身之後也會來貼模 也會描繪這個淡藍色長波紋的線條 也代表著是大自然的躍動能量 路線起自頂埔 沿著台三線往三峽方向前進 在頂星公園前設置一站 接著跨越國道3號之後在長壽山設置一站 接著路線沿著嘉心路旁行駛並設置一站 跨越三峽河後在龍虎路上設置一站 接著轉三速路再轉國清路設置一站 接著執行接上學程路後轉復興路設置一站 接下來沿著台北大學旁 並再度跨越國道3號然後跨越大旱1 在新北市美術館旁設置一站 然後跨越台鐵軌道設置一站 接著轉入國華路並設置一站 路線再度跨越台鐵軌道 然後在永瓊公園前設一站 最後轉入胡德一路 在國道2號大覽交流道附近設置終點站 櫻桃胡德站 頂虎站位於新北市湖城區 未來將會是台北軍百南線 與新北街三陰線的轉乘站 把南線的部分為地下導視月台 三陰線的部分則是高架測試月台 中間將會設置連通道 方便乘客轉乘 三峽站並不是設置在距離傳統三峽市區比較近的地方 而是位於三峽國慶路上 車站位於國家教育研究院附近 因此標注附站名國家教育研究院 同時這座車站也規劃四棟聯合開發大樓 出口1的開發基地約1845坪 興建兩棟地上14層地下兩層的住宅大樓 出口2的開發基地約為1718坪 興建地上15層地下兩層的住宅混合大樓 預計2029年完工 明天聖垣 進入站 明天聖垣 進入站 明天聖垣 攻略 好運動 進入站直升 進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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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 進入站 路線在三小的復興路上設有一站,台北大學站 同時也會經過台北大學校區內 不過最特別的地方並不是這座車站本身 而是旁邊的造型橋樑 為了降低對於景觀的衝擊 這裡的橋墩設計仿造羅馬風格的造型 是台北大學的一大特色 捷運英哥車站在館前路旁邊 車站內設置連通道可以連結台鐵英哥站 另一邊則是可以到新北市美術館 以及三櫻桃池和平公園 可以欣賞各種藝術作品 2023年台灣設計展在這裡展出的時候 雖然當時三櫻線還沒有通車 但是這座連通道發揮重要的作用 讓乘客可以從英哥車站 步行過來這裡參觀 三櫻線的終點站 櫻桃福德站距離桃園接任綠線 大約只有4公里 因此新北市政府接任工程局 開始規劃延伸銜接到綠線的工程 這條巴德延伸線起自櫻桃福德 路線在快越國道2號後設置兩站 最後轉入接受路 銜接大南站 既然三櫻線是中運量結任系統 那麼有沒有辦法可以跟同樣是中運量結任系統的 桃園接任綠線進行直通運轉呢? 在基電系統的部分 兩者的系統要進行整合 並且測試可以使用後才能上路 在圖鑑工程的方面 三線巴德延伸段在進行細部設計的時候 需要增加尾端延伸軌的部分 綠線的軌道在中永西街站和大南站中間 也要配合變更設計 這樣兩條路線的軌道才能順利銜接 在營運管理的部分 三線是由新北極人公司營運 綠線則是由桃園接任公司營運 在票價、財務劃分、人力資源等方面 都需要事先協調清楚 有看過之前 三峽公車路線介紹影片的觀眾朋友一定知道 三峽目前已經有許多快速公車 是經由國道3號 可以直達到板橋新店 台北市等地方的 當三線通車後 乘客們從三峽前往其他地方的時間 真的比較快嗎? 如果國道3號一路順暢 那麼這些快速公車當然是舒適 快速的選擇 而捷運卻要在中途的頂埔站換車 對於每天來回的通勤族容易感到疲憊 仔細觀察整條路線的走法 會發現許多地方為了要設置站點 因此路線曲折彎繞 並不適合中長谷的運輸需求 那麼各位觀眾期待 這條三陰線早日通車嗎?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也不忘了在留言區分享的想法給大家知道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